向法庭作出一些投襲汽油彈的行為 這些事實上是不可接受的 無論投襲汽油彈的頻密度 和破壞性是多輕微都好 都是不能夠接受的 暴徒開始針對法庭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近日有部分 其實是小部分的個案 在暴徒獲得保釋金 那個銀碼開始大一點 保釋條件開始比較嚴謹一點 暴徒才作出這些行為 暴徒向法庭摘汽油彈這個行為本身 似乎是針對司法系統這個機構 而並非針對個人 我不相信有任何的法官 會擔心自己個人的安全 而會影響他們的裁決 但是我要承認一件事 現在法庭不少的法官 在作出包括保釋申請處理的時間 判刑的時間 他們所做的決定 仍然是太寬鬆 似乎未能夠迎合大眾的期望 作為法官 我們也要考慮 由於有一連串的暴動發生 引致到有其他的罪案 其他的犯罪人士 以趁火打劫的心態 就走去犯罪 少的罪案 例如維麗泊車 橫過馬路 不斷發生 大些的個案 例如搶劫 我們大家都知道 最近搶劫案 差不多倍增 法庭首先要處理 為了暴亂的事件 才能夠令到其他的罪案減低 所以以一個正常的處理方法 那些法官是應該要用一個 用自亂勢 用重點的一個手法 而不能夠再姑息暴土 一定要重拳出擊 給社會一個定心軟 有了